今日张玉珊携手重心亮相上海出席慈善木舟晚宴活动 当晚张玉珊以一席黑色露肩镶浅金色配件的装扮亮相 立刻秒杀众女星成为当晚红毯最为抢眼的一道风景线 作为香港最年轻的上市集团主席 她又是如何从娱乐圈成功跨界涉足商业的呢 泰人期间在我25岁有一天 泰人期间真的有一个机会 我在泰人期间跟一个朋友说 你可以把你的东西给我做代理嘛 我就开始我的生意了 那那个是一个蛮奇妙的变化 就是说本来我是一个在所有人眼中 都是一个很年纪小啊 不懂事 就是一个小妹妹 很小妹妹 家里的一个小妹妹 朋友的小妹妹一样 泰人期间在一天之内 我做生意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有主见 有想法 然后好像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idea 这些是我以前拍是永远没有的 我就开始做我的生意 就觉得好像那个很神奇 因为我自己有经验 我知道怎么跟别人分享 我知道谁什么东西女生喜欢 所以我是对这个事情蛮熟的 我就开始做我的生意 爱美是女人的本性 作为美容专家 张玉珊不仅经常拿自己当美容白老鼠 在小时候她又做过什么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呢 我觉得就是说我从小爱美这个是第一 第二我真的觉得自己可能有这个天分 我挺有这个天分 真的小的时候也没有人叫我怎么去煮一个mass 我是能夸张到是 你知道吗 就是通常大家都煮mass 都可能煮一些水果嘛 什么就是青瓜 什么苹果 柠檬 我不会 我可以夸张到把牛精也可以煮一个mass 所以我觉得是 我是天生就是 很喜欢能做这个 值得一提的是 天后纳英李彬彬等人均是张玉珊的忠实粉丝 采访当中张玉珊在讲述她与纳英的渊源外 更感慨自己是见证了纳英生命中高低起伏的好朋友兼闺蜜 就是她闺蜜了吧 然后就是 没了 渊源就是说 她是 我 她是十几年前去 十年前吧 去香港做一个演唱会 就是我认识她的 那她是每一次我见到她 她都是在最危急的时候找我 就是说 我还有一个星期六开演唱会 我现在要减肥 十磅 十斤能吗 我说十斤 一个星期怎么做 我现在把你切掉 哪个肉还要回复 还有时间 所以我都 当然哪一次 第一次我没认识 就是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吧 就是帮她煮 就想想我有忘了多小蜻蜓 多的 之后来就是 她所有的哪些就是 东台的衣服都要改 所以她都 她都 每一次都很紧急 第二次生完第一个孩子又找我 生完第二个孩子又找我 其实慢慢慢慢我们就很 就是真的变成一个 就很熟的闺蜜的朋友 所以我都看见她的那个 就是 就是生命中 生命中的一些高低起伏 我们都有一起开心 一起哭这些 所以我都跟她是很好的朋友了 除了成功机身商业外 张玉珊也不万为慈善多出一分力 近日她便携手袁永仪 谈访山西太原 为一些病症儿童提供帮助 现场她不仅出资出力 更亲自慰问小朋友 场面十分的温馨